孫子以前是一個很鐵騎的孫子 鄭家人 因為我出生在婚姻高興 在那個要去操縱 中華的那個地方 山頂尾留 就三公里才有住一戶那種家庭 真的是一個很貧窮的一個環境 所以年輕的時候就一直想追求 要能夠一夜自負 但是師父又偏偏不喜歡賭博 為什麼師父不喜歡賭博呢 因為以前我老爸常常喝酒賭博輸來 輸錢回家 就會打我媽媽 甚至拿我們這些小孩子出去 所以我就很怨恨賭博 對賭博的印象就非常差 但是師父有時候 就從國小一年級就開始學習喝酒 真的很糟糕 酒量就沒有人這麼好 從辭社會以後 這個一到九友就真的是 人家把我們叫都不要在說賭博 都不要在說賭博 都不要在說賭博 所以我們美容師就認識我們一個師姐叫祖母娘的靈兒 就在那邊去美容師去幫她 以前我美容師很想簽六合 以前沒有六合才叫大家樂 我都想說美容師你這樣簽牌簽到疼身來問牌 你也太罷了 結果姚貴金沒有去我們美容師在裡面的時候 他說 爸爸他後一帶來要來這個地方找一個女兒 小孩要做客人 我們美容師其實就說 你們這裡的女兒 後來的母娘說要在這裡找一個客人 剛才只有我跟他不認識而已 好讓大家都這樣 都這樣緊張 去跟母娘這樣跟他參與 剛才只有我跟他不認識而已 那時候因為師父喜歡喝酒又抽菸 就每天都會口嗖到會一點吐那個血濕 去國泰醫院跟和平醫院檢查 就是有一點接近會結合 以前三四年前會結合是沒有藥可以依的 幾乎是等死 這就是等死 我會想說 要死就要喝到死 不可以死不喝 以前的觀念就這樣 要喝到死就要喝到死 如果要死就要喝到泡粉 要死就要喝到泡粉 電動要喝到喝到很多 以前還要洗到很多 從這樣的時候要喝到沒問題 我朋友說 美容師說我疑我 你身體會不會休息 買到死就要喝到死 我老婆跟我老夫也有在外面 很煩惱 姚天前面有一天他又起床 就叫我美容師說你去叫他來 我美容師說叫我去唱 真奇怪 我每天上班到晚上八點下班 我都六點就電話這麼不散 因為師父以前年年度 又是 台湖北又是年度 所以我如果要下班的時候 真的 以前師父在生命中的地方 都是做一些你發痛 無痛的小姐 所以電話這麼不完 電話這麼不完 那種他去做非常的風動 剛才善命沒電話 真奇怪 那一天都十幾通的電話 剛才善命沒電話 就好好睡 好睡也自己看了一款 他說五百來高粱 喝要到一罐 我美容師說 你沒出來喝 有在家裡喝一罐的五百 你真是酒鬼 我說沒辦法 沒喝很艱苦 沒人那麼囂張的時候 他說你男人是不是 有時候一聲聽聽了 我心肝閘著 想說 好 怎麼這個這麼厲害 我男人都這樣 整個音樂聽了 我心說可能是沒有出力喝才會聽 早上有出力喝就都不聽 那他那一幕沒有喝 整個音樂聽了 不然說沒有喝 我們也要喝到一罐而已 對嗎 我說你怎麼會知道 他有提前要跟我說 就我去幫你收你 好 我聽到他幫我收你 我怎麼回答 我說我自己沒有人沒有收你 先幫我收你 他說你沒什麼想起 他說你的身體怎麼樣怎麼樣 你那個沒有變 你那是夾中變 我說我後來拍 拿這種變衣檢查的表給你看 看是真的有變還是沒有變 我們算是很天氣跟他收拾 接著就跟我說 我三個月給你移好 我說 如果不好要怎麼辦 我又嗆毒 他說如果不好要邀請金曜四季給你倒下 我想說你邀請金曜四季我倒下 想扮他 我說你如果他沒好你的金准 我會拿去幫他移 我才知道他剛才在開機的時候 沒金准用一張紅衣椒 以前古早時代在扮手 都是用紅衣椒而已 要摸三季再給金准 這樣以前就沒有金准了 是不是 我才知道他沒有金准了 後來今天三個月給他移好 他移好的時候 我又說沒用 現在去移好之後他說你要給我做客人 我說要做客人是可以的 我說你做客人要做什麼 他說給我做客人 然後拜託我金准用來做事情 你就要來給我金准做工作 我就說 這樣沒騙人沒怪人我就幫你做 他說金准就說你也很聰明 生日子會跟他姻子你知道嗎 因為那時候不是我在辦 是我們一個時代在辦 所以我要給他提醒 如果沒騙人沒怪我來幫你倒三天 不然你如果騙人怪我來幫你倒三天 就陳陳我現在跟你說的強烈了 你看我年輕人就有責費了 我雖然酒不喝 沒有效果 我還知道我剛好跟金准印這句話 他們說如果沒騙人沒怪我來幫你倒三天 金准說 地主你這樣很聰明 這個地主會收他 真的收他 收他說你後禮拜來台南找我 我真的這樣 早上就這樣 找兩三四的朋友這樣 對嗎 找找要到一台油浪車去 找要到一台油浪車去 去到台南找我十點而已 近面就叫我過頭到晚上八點才叫我八點 他剛才問說老了你怎麼不痛 我說那地主從早上十點到晚上八點不痛 不然你都要去看看你 他說會痛你怎麼不拍 我說當初跟唱歌現在拍 算叫小白的不行 所以我都不敢走 整個腳麻麻都不知道能夠痛 這樣 這樣 後來金准年就去叫我 所以跟我說 這樣老家地主你過關 你有夠家做我的怕 後來呢 我的朋友去給他好看 然後他剛才叫他 要在金准年拿一個威士兵 倒差不多八分在那一半 老家地煮一杯水你喝 我們就要喝酒 威士兵 我們說好像不是在喝飲料 就好像不是你們喝咖啡 這樣就喝了都沒想到多了 你也要在金准年才跟他說 這杯喝了你以後不能喝酒 我怎麼拆一下 我心想 哇你這個威士兵就要說得更快 因為我喝完你才跟他說 威士兵不可以喝酒 我們如果沒有在心 我心想說 咖啡 我喝給你看 以前高涼我一個人聽喝一罐 有一天我跟我們伯母 跟我們大親大姨 跟我三個人在家來喝 我還坐在那邊問 他們還坐在那裡 我那杯喝一碗而已 人不舒服就要拖白泡 兩個就把我送給我去和平醫院 和平醫院已經跟我說 我何時中毒 說醫生啊 中毒也要那兩個死大姓 他們兩個在裡面我還在答問題 我說我們裡面也沒有開啥 他不舒服就不舒服 他在那邊煮煮到我回頭就躲得傻傻 那就是辛苦幾個工夫打得好 第二招 再喝 再送 那次就沒那麼嚴重 第三招就很嚴重 第三招就有一個朋友 從中校東路一間來拍館 他說老人家酒不喝 沒辦法叫葡萄酒 那就是固醬 我們想說葡萄酒應該是固醬 你喝葡萄酒 不要喝小心就固醬而已 那三招一招而已 那三招一招而已 因為在中校東路還要殺到國台北 不然聽到臉書 檢查說我那個吉姓盲藏炎 第一招一招一招這麼大招 醫生說要開刀 以前二十幾年 三招 開刀要補金十萬 腳底的價位大去中間 中中的已經中午了 北京要開刀的時候不痛 醫生說你不要走開刀 不要走開刀 說這痛才不會假的 他說看我跟我們問你現在民國翻紅 還在那一日子會痛 說不會 所以我去哪裡 因為為了小心指尖 我去哪裡 我一招一招一招 那點沒有去 醫生告訴我們 剛剛那個片子有沒有拿錯 他說沒有 我說不可能錯 我剛才真的很痛 對 那個不會假的嗎 是不是 不然假的 如果我高興 我很愛在便宜 是不是 這樣 自那個之後 人當也先先 也是先先 雖然是沒有開刀也先先 那我就想說 對 我去想到 沒有人跟我說 那杯USB喝了 不能喝汁 我都不記得了 我去想到 想到我再打電話去 要辦手機 我再打電話去 剛才畢生擋著走開 金廟南天室 鄉人們擋著走開 台北的樓家在煮 擋著說是 就是他 我還要喝 用白的擋著就死 我只要擋著說 擋著說 這次喝下去也沒有要死 看他要怎樣都在他 說 他說這次不要再喝 你去水塗 倒一杯 潛水 然後喝下去就好了 我想說 我去醫生 我早三早 不然 那潛水 喝下去也好 所以 我真的去 去水塗 做一個潛水 喝下去喝下去就好 所以我現在才知道 老婆屬的營養水才好用 這味道他流行我救死的蜜蜜 老婆給我喝酒 就是要給我輸營水 我才知道 老婆屬的營養水才好用 一回家的小酒就不敢喝 所以我的心目中就給我無量這瓶而已 因為人家說 那心明外派的都對我無法 就自己對我無法 中心日後 我的人生就是像現在這樣 是不是 就像現在這樣 這樣無量有老家兒子嗎 有啦 你會服他還不會服他 他有可能不會服他 所以我 心心黏黏都無量 我不是婚姻 我真的不是婚姻 因為我如果沒有他 我早就死了 我經常說一句話 真的我早就死了 所以我是真的感恩他 我這幾人可以再多久 我不會去想 因為我如果沒有他 我早就死了 所以我經常說 我人生一天過一天 普遇過就是 我如果沒有無量 其實我有可能 我不會超過四十歲 所以我今天 一群的生命在這個人間半島 我現在用心就去辦 也是在甘願無量 我經常說一句話 無量叫我們 不是要讓我們享受 英華富貴 是要讓我們做有意義的工作 這一點我自己想請請帶回 不然我以前生理也做人 這人也不外人就有修華貴 是不是 我以前服事 我好像沒法做 我去做服事的時候 一年的生理都是 整個躍在那邊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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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 結果也是這樣 所以有時候真的是 生不帶來死不帶去 真的是這樣子 所以我很多英年 快到沒有都度過 所以我看很開 但是我知道生命無常 上天救了我們真的不是要讓我們享受 你看母娘為了要把我捕獄 給我捕獄 對不對 你看母娘有主婢嗎 有啦 要捕我這個不好的小孩 就這樣讓我這樣照顫 是不是 我們現在讓母娘把我們捕到這樣 我才知道母娘原來 我們以前的民情在那裡照顫著說要來捕獲獎 原來是我們自己懷疑的 他沒有要求 也沒有給我們強迫 不然我立場的時候 跟他想起之後 現一個經典給我看 他說那個什麼人 我跟母娘說 我正四人就剃鞅頭 他說 不怪我自剃鞅頭以後 湯門流不掉 對 他說你看你整頂一直給我敗 我才知道 原來我們是把母娘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 一頂佛祖很大頂 也有南頂也有入獎 說 如果母娘怎麼做事 要捕獲獎 我還要給你下來 所以我常常說 你們是狗手對我下來 記得你們狗手對我 你們已經很做了 因為 你們當時你們就說 你要去捕獲獎 我來幫你捕獲三天 這樣 但是呢 我看到一個夢魁 台中最出名的夢魁 跟台陸一個飛行 跟我說我是佛祖來專誓 不過我的專誓這幾年 這個六萬一年中間 正經一世去做山寨王 做山寨王 聽我嗎 說我都去夾荷野人 在救健康人 如果剛才在樓邊賣生帳戶 我都要去做山寨 所以說我夾荷野人 所以這世 他說我這世 如果做羅馬 會中冠山的兄弟 如果做師父 後來我也很出名 還可以給我講座 他說你五十歲之前 頭髮不斷都是要幫你討 後面都要去報運 我看法也是真的 我半島以來自五十歲 以後才開始損失 所以我師父聽這段話之後也相信 人家是有因果 也不是沒有因果 所以在面對因果 在面對因果 師父說這段 是在說真的在面對因果 因果是屬性 師父的心心體會 因果是屬性 所以說我們修道者 我們要有因果觀 要有因果觀 我們如果沒有因果觀 我們修行這條路 有時候就太過於盲目 太過於盲目 也沒有目標 也沒有目標 所以這段 是題外化 因為今天說這個課程 是比較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就這個機會 各位請他了解師父 過去是怎麼來走這條路 其實師父走這條路 其實是我們邀敵金廟 代祖代祖 可以原諒我這個 對他這樣 這年沒禮貌的 這個帝主 的這個滋鼻 不然我相信 我絕對沒有緊張他 所以我們有時候 要相信 上天堵人的這個滋鼻 真的是 無可測量 你看老婆娘為了要堵我 堵我之後 還知道原來是 我自己要努力 只要說我自己要努力 我自己負責這條 你看老婆娘為了要堵我 要讓我實際我過去在他頭前所下的緣 這樣他感到要讓我無緒 讓我來跟他 這樣說這種對無理貌的原意 所以後來我 在修行這條路 我常常說 我們如果去哪裡 走不走 都不能去飛鳳佛島 因為飛鳳佛島 其實是很沒 你看老婆娘 讓我在那裡擠那久 我才知道他是要給我消減 我假如我沒有擠那個 我相信我那個飛鳳佛島的座 可能沒辦法化解 沒辦法化解 我也自己親親帶我到這點 所以我會 該注重我們不要飛鳳佛島 就是這樣 這 真的要給大家非常勉勵 好 今天庫廷上就比較吃 來 大家請好掌 來 甘文現年尚人武警農廟 港度醫生年宮 甘文米勒祖書 風族台灣族鼻 普耀仁倫 甘文現成師尊建立生年宮 好 下課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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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